Lin 交通部長林佳龍 一面對媒體救世90度三鞠躬 在任內最後一天 對家屬同仁媒體植意 林佳龍協同次長齊文中 在宜蘭搭上清水隧道 東正縣首班區間列車 視察通車狀況 一路沒閒著 不停看窗外 確認行車安全無餘 正當行經和人到崇德 這段路 兩人神色瞬間沉了下來 像一下 崇德 車廂全體速靜 因為這裡就是事故路段 清水隧道 在林嘉隆任內最後一天 這趟通車既是視察 也是追思 我上班最後一天 可以把善後工作 告一個段落 交給新的交通部長 能夠有新的 更好的一個開始 心中的一塊石頭 可以放下來 確實 真的如釋重負 我除了負政治的責任 也能夠對得起 我自己的良心 跟社會 儘管下台 卸任前人下令 未來通車兩個月 行經事故路段的列車 都要以40公里慢速通行 甚至將台鐵改革 而視為終身任務 在我任內 已經訂了一個關懷員 還有權益保障的小組 我會以一個志工的方式 來持續關懷跟陪伴 回到交通部 要感謝同仁 有舉辦一個席別會 正式的跟交通部同仁告別 視察完通車林佳龍馬不停蹄 直奔花蓮宮廟 教堂祈福 過完19號 他將脫下交通部的外套 是否轉戰台中市長 與代保留 替未來仕途埋下伏筆 4月2號的太魯閣出軌意外 造成了嚴重的傷亡 交通部長林佳龍 也為此負起政治責任 要在明天4月20號下台了 今天是林佳龍在交通部 最後上班的一天 我來請教明佑 今天雖然是最後一天 不過一大早林佳龍 5點20分 就趕到東正縣來搭乘 出事的路段 搶修過後通車的第一班車 這班車是從宜蘭要開往花蓮的 他明天其實就要卸任了 不過他今天真的還是 善盡他的職責到最後一刻 其實最近有很多的工會 不管是運輸或觀光 對佳龍都表示要慰留 其實我心裡也感觸很多 因為發生這一個事情 在4月2號發生太魯閣號的事情 事實是國人都不願意去面對 因為在廉價的第一天 也死了49個人 不幸的往生 作為一個交通部長 或者是一個政務官 本來就是有他的政治責任存在 不管是不是他造成 可是他就是一個政治責任 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 要去做的一個事情 是 那2003年 2000年的時候 巴掌西 尤喜昆也是一樣 做一個政治責任 但是回顧林佳龍 他今天早上5點多 去做這一個手班 因為把整個事故處理完 然後他去做這個手班的區間列車 其實如果是我 我常想說如果是我是林佳龍 這個心智要受多少的折磨 因為一發生事故 他就守在那邊 他幾乎每天都作戰 除了有一段時間 要回台北被巡之外 要專案報告之外 其實他當時大概就是知道 至於要負起所有的政治責任 也表達說要辭職 願意負責的一個態度 但是做一個政務官 在這時候心事是最折磨的時候 不管是身體或心理 因為他也不希望這樣 他也希望把交通部的工作做好 其實為什麼那麼多工會 會對他支持 其實不意外 有很多人說 是不是林佳龍自己搞的 或者是什麼派系 在自己搞的 不可能 如果對工會有了解的話 這不是普通人叫得動的 我記得林佳龍 有一次演講的時候 他定義交通兩個字 他說交流跟溝通 所以你注意看 那時候華航跟長榮 在罷工的時候 他是不是放下身段 去跟這些工會溝通 所以才順利的去化解掉 然後那時候Uber的問題 那時候台灣吵了兩年了 我記得 吵很凶 對 那為什麼最後化解掉 因為林佳龍上任之後 他不斷的跟計程車業 跟這個Uber 以前說不錯的手機 然後來做協調 後來產生一個叫多元計程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有那個計程車 可能不是黃色的 可是掛紅色的車牌 是 間接性的讓它去合法化 讓更多人到就業市場去 參與這個運輸就業 然後順利的去化解掉 雙方的對立 那另外我們又提到了 我們現在講到軌道 很多人在講說 基隆需要一個輕軌 需要一個捷運 那當時新北市就說不行 這會破壞翡翠水庫 那從台北市延伸 又有問題 新北市跟台北市又瞧不攏 那跟基隆市也瞧不攏 是誰出來化解 還是林佳龍吧 基隆市長林又昌 把新北市長侯友宜 把台北市長柯文哲 雙方坐下來協調 才有辦法讓軌道運輸 到基隆延伸 讓捷運延伸到基隆 後來又間接性的讓 這個宜蘭 規劃出高鐵要延伸 我想歷歷在目 一個負責任的政務官 到今天要被 要他辭職 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留下來 原因 我想就是他過去任內 你昨天如果有看 台灣演藝的話 大概會知道 這一段不管是從他成長的背景 到他求學的過程 到他出社會 做政務官 做國安諮詢委員 到後來當發言人 秘書長到選 這個台中市長 你要想 當時在台中市長 第一次私立 第二次蘇家權出來選的時候 他是把所有的政策方向 交給蘇家權 甚至親自去跟蘇家權報告說 我的政策方向你一定是什麼樣的策略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人有他的人格特質存在 到今天我其實長期跟他接觸 其實你私下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跟他演講不一樣 他跟他講話不一樣 你或許他講話的時候 在台上的時候 他是很學術性的 跟你說我的政見是什麼 我的策略是什麼 我要做交通的策略是什麼 但是你私下跟他開港的時候 他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暖男 他會告訴你說你需要什麼幫忙 那我們希望對地方建設 能夠投入到多少 那我們交通部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今天我希望說台鐵的改革 要持續進行 因為總統已經宣示了 這不可否認一件事情 交通部當年跟張錦生 在2018的普悠瑪事件之後 確實有擬定的相關辦法 但是這也不是台鐵一個市集機關可以做 也不是一個交通部可以做的 這個長期以來結構性的問題 70幾年來 這本來就是要跨部會去做的東西 你看2003年 尤錫坤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是不是台鐵大罷工 大家還記得印象深刻的時候 其實改革方向都已經做出來 定在那邊 那為什麼跨那麼久政黨輪低了 也沒有人要去做 那是不是到今天我們通盤檢討到 小英上任之後 到這一次的事件小英宣布 說我們要做台鐵的改革 這是重中之重 因為這個洞不能越來越大 當然台鐵改革是延伸出來的問題 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林佳龍他上任到今天為止 對於台灣的交通建設 我曾經我上次也有講過 我一個同學他們在日月坦開飯店 他說武漢肺炎 因為之前日月坦是靠中國客人到台灣來 去觀光的時候去撐起飯店 所以他們就去開發了飯店 沒想到飯店開始經營之後 就武漢肺炎發生 加上之前中國限制中客來台 當時林佳龍是不是馬上召集旅遊業者 因為旅遊業者出來開計程會 飯店公會出來開計程會 他馬上把他召集起來說 我們政府能夠扮演什麼角色 在中國客人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讓國內旅遊進行 能夠做什麼樣的補助來補貼飯店業 包括武漢肺炎的時候 他一樣去跟這些業者溝通 所以我那個同學跟我說 還好是林佳龍當部長 所以我們的飯店業才不至於虧損那麼大 所以我們可以從頭到尾 包括武漢肺炎當時立即性的 在邊境設關卡 不要讓中國的疫情馬上到台灣來 然後他另一方面 又希望去讓這個運輸業 能夠在武漢肺炎影響到最小 我想他做的事情歷歷在目 但是或許他負起他的政治責任 離開現在的職務 蹲下有時候就是要站起來 我希望這麼好的一個人才 我也希望他繼續為台灣努力 因為他所走過的每一條路 讓大家謹記在心 尤其他宣佈在臉書宣佈請辭 然後書面給院長之後 其實我也知道各界都在 包括內閣裡面也大家都在餵留他 但是他實意證監的原因是 政治責任就是要人負起 這是一個負責任態度要做出來的 一個負責任政府要做的 所以他扛起來之後 台鐵的改革是不是要延續 所以有人說他要做什麼做什麼 其實我只知道他一個新職位而已 叫做志工 如果這個志工能夠蹲點 讓台鐵改革能夠進行 讓交通運輸能夠進行 能撫慰所謂的這些傷亡的人 我前幾天看他去一個基督教的告別禮拜裡面 他上台講話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在下面錯期 為什麼 因為他親自的到那邊去 甚至他的臉書寫出來的時候 有罹難者家屬還去回覆他說謝謝部長 我想他一路走來就代表著民進黨政府的執政 就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如果這個態度能夠延續到改革的未來 我相信台灣才能共好 林佳龍的詞役非常堅決 今天就是林佳龍他上班的最後一天 不過他還是告訴大家 他將台鐵的改革視為終身的任務 不過我們看到有十多個民間團體 還是一致同生的未留林佳龍 有關於林佳龍的去留 我們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來請到昆城議員 回到節目現場 雖然明天林佳龍馬上就要卸任了 不過林佳龍今天還是跟大家宣示 他會把台鐵的改革當作是他自己的終身任務 那當然很多人都關心說 林佳龍部長他的下一步要往哪去 會不會回鍋再度參選台中市長呢 目前其實林佳龍的回答他都說 他下一步就是回歸公民的身份 就是繼續當志工 持續的來監督台鐵的改革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陪伴這些受難者 還有這些家庭可以走出傷頭 很多人關心交通部長的下一步 其實交通部長他 我看一下他的任期是兩年三個月 其實交通部是一個 責審率很高的一個部會 因為他掌管的業務非常的多 海陸空都有 一旦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部長就要必須負責他的政治責任 像這一次台鐵的意外事件 當然因為死亡49個 是非常慘重的一個意外 所以交通部長他也擔起了這個 部長應付的這個政治責任 可是他下台之前 其實有很多的工會 你說說包含這個非常強悍的 中華電信工會 中華郵政工會 交通部事業工會 還有包含旅遊業者 包含旅館業者 還有包含所有跟他業務有相關的 像租任車業者等等 也都發表聲明 希望會做事的部長能夠留下來 這是非常罕見的就是說 交通部長或是說其他的部長 下台的時候有這麼多的公會 公會其實跟交通部 其實是有一點點對立的 可是跟他對立的公會 竟然都是發表聲明 希望這個 是挺他的 對 希望交通部長能夠留下來 你就知道說他在這兩年多任期裡面 他站在第一線跟這些公會的幹部來做溝通 那也跟這些業者 因為這些業者就是在這次武漢肺炎的時候 其實深受其害 他們是影響最大的 你包含交通 旅館 航空業者等等 都受到很大的一些傷害 這些傷害就是他身為交通部部長 他知道說這些東西如果他沒有處理好的話 受害的不是只有這些業者 還要代表這些業者後面的所有的家庭 所以他就把它挺起來 那也跟行政院要了很多資源 老實講要了很多的經費 希望說能夠提振台灣的這些旅館商務 或是說交通等等 不要受到武漢肺炎影響 或是受到中國 之前是中國惡意的抵制 就受到影響 因為他做得很好 所以才有這麼多的公會 不管是工人的工 或是公民的工 都是力挺他的 其實對交通部長來講 他是求人得人 因為其實在4月2號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就說這件事情 他會負起最後的責任 就看到很多國民黨都敢得他下台 可是他就說 希望能夠把這個事件 把它釐清清楚 然後等到最後能夠安全通測的時候 那他會 這種會下台 那現在這個花蓮地檢署也起訴了 就是把這個李逸祥當初的 這一個造勢的這個原因 其實也都寫得很清楚的 這很明顯是李逸祥 這個內神通壞鬼 還有在發生這個事件的第一個時間 沒有通知警方才釀成後續 這個不可原諒的一個傷亡 然後這個 他跟其他的業者的勾結 我想花蓮地檢署也都講得很清楚了 那今天早上他也做了這個手班的列車 從宜蘭搭到花蓮 那這也是事故發生之後 他也說過了 他希望能夠這個等整個都安全之後 通車 他自然就會把他的承諾 政治的承諾把它實現 然後今天他也完成了他對於這一個 不管是對行政院或是對於台灣人民的一個承諾 那今天能夠順利的通車 那這個未來台鐵的改革 那這個也不是說一觸可擊 那接任的王國財 他 你要說他是工具人的 的這個政務官 那所以現在有可能來接任這個交通部的部長 那他也說過了 未來台鐵的公司化 是他擔任部長之後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其實交通部的業務 反正都不是只有台鐵而已 只是說台鐵現在 這個比較急 大家希望說能夠把這個台鐵的事情 趁這個時候 要做一個解決 那未來交通部長也說 他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覺得也先不用去考量 因為畢竟這個時候他必須就是 也先下來之後 然後先傾聽一下說 這個大家的聲音 那其實他在陸陸續續事件發生的這幾天 我看他的臉書 其實我有句話我覺得還滿感動的 就是說他先是一個人 然後才是一個交通部的部長 那也因為是先是一個人 他能夠用同理心來處理這件事情 當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在花蓮就是有三個地方要跑 他就是在醫院 不然就是在殯儀館 不然就是在事故發生的現場 他就是這三個地方這樣跑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交通部長變成鋼鐵龍 因為很少看到他 這個真正有時間來休息過 那等於說在這個時間 他把所有的善後工作 也告一個段落之後 我相信大家也會給他一個休息的時間 然後好好沉澱一下 因為畢竟他的這個學經歷 然後他這個在學運世代一個歷練 那未來這個民藏政府在後續的這一個不論是 我想不論是2022或是2024都需要他的來參與 那這也是交通部長他之前有說過的一句話 就是說這個成功不一定有在我 但是成功一定有我 就是說他一定會為這個台灣來盡一份他的力 是林佳龍明天都要卸任了 那他今天人一樣跑到花蓮去 去視察這個出軌的路段 那今天佩芬姐我們看到剛才新聞有播出 已經非常安全的通車 林佳龍也說他的心情如釋重負 那剛才大家也講了好多個民間團體 包括了旅館的同業工會啦 觀光協會聯合會等等的 他們都在這個時候要位留林佳龍 不過國民黨還是很多人說 這是不是林佳龍自己叫人自導自演的 其實國民黨這個時候講這種屁話 當然要有根據 沒根據的話我覺得很無聊 你知道我曾經經歷過國民黨很多的政務官下台 就是說抗政治責任下台 坦白講很有名的就是 日月台泛舟蔣燕士教育部長下台 還有楓源高中黃坤輝下台 你知道嗎 但是我沒有看到一個政務官下台的 因為抗政治責任下台政務官 像林佳龍這樣認真的 工會形容他親力親為 這一點我是百分之百同意 當然可能也是真的年輕 體力也很好 你比如說忙了這麼一大三日子 早上還遞一班車就跑去坐那個 是 星辰五點 對 就是去走第一班車 我覺得可能剛剛明佑說他是個軟男 我覺得他軟男可能不只聊天 他可能做人可能就是這樣 因為我不認識這個人 但是從他一路的表現 就是說親力親為 你看事情發生 他第一時間他說 就是說也不是第一 第二時間說要抗政治責任以後 所有的事情 大事小事索碎的事 現場的比如說財鐵現場的 還有殯儀館的意願的 你都可以看到他 幾乎沒有一個政務官像他這樣 這個我必須坦白承認 就算民進黨政府裡面 像這樣政務官 我相信也不多 你說我覺得他這個時候 扛下這個責任 扛政治責任下台 理所當然 雖然是表現這麼好 因為你政治責任下台以後 你並不表示你就不能再有 第二次的起來 因為扛政治責任的政務官 他不是因為自己犯錯 只是政治責任 所以他下一步應該 還可以再回到內閣去 有適合的位置 讓他去做的話 或者更高深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想像 也可以接受 你說國民黨這個時候 要他下台是因為好不容易 找到一個政務官 你必須下台 而且可能在民進黨裡面 像林佳龍這樣有前途 或者有前瞻性 或者是明日之星的 因為到底年輕 這種不多 所以他這個時候叫他下台 我覺得這個是也正常 但是你說這個 說這個工會是因為 他發動人去的話 如果就算他的辦公室主任 跟這邊有聯絡也是很正常 因為他們本來工作就有聯繫 那工會的人形容他親力親為 我覺得這個感受 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感受 這個我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說他到今天為止 他說而且他的表現也真的很好 他說改革台鐵是他終身的職質 你知道我曾經講過 台鐵當年真的是最火紅的一個企業 成大氣管系 教管系的學生畢業 最優秀的人都要進這邊 可是時空轉變 有飛機 有高鐵以後 台鐵這個事業真的是稍微比較沒落 因為你知道現在要趕時間 一定是坐高鐵 然後坐飛機 後來高鐵有了飛機也沒落了 所以我覺得台鐵是不是應該改革 但是台鐵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是最古老的行業 你要去改革他真的是很辛苦 我記得那個時候財奇爾夫人改革英國的鐵路 也是被罵到臭頭 但是你說需不需要改革當然需要 所以我覺得既然已經方向也定了 然後而且他也願意做終身義工 我覺得是個好事 不管他將來在任何位置上 這個義工還是可以繼續做 你知道像今天高鐵 因為他新 然後他也比較沒有很多的包袱 所以他能夠做得很好 可是台鐵的包袱確實很大 是不是真的可以改革 然後讓一個新人上來接下去 我覺得大家都在看 所以接他的人也很辛苦 因為第一個 你是不是向他這麼認真 第二個你是不是有魄力改革 我覺得大家都會看 也會做比較 沒有錯 現在大家都在關注 尤其林佳龍也說了 他會把台鐵的改革視為終身的任務 那現在大家就很好奇 明天4月20號誰來接棒林佳龍呢 現在在交通部裡面 台鐵的改革是重中之重 那其實今天我們看到 林佳龍他是擔任交通部長的最後一天 那他稍後也會趕回台北 因為今天交通部正在舉辦 這個林佳龍的席別會 那現場有非常多的人員 都會上台來致詞 我們稍微來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我們要來請教文潔議員 目前呼聲最高的接棒人選是王國才 這個訊息到底準不準確呢 我們稍微回來一起來看 今天林佳龍是他上班的最後一天 那明天交通部要由誰來主政 誰來接棒呢 目前外界傳言呼聲最高的就是這一位 目前是交通部正次的王國才 不過王國才他本人今天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他是非常低調 他說希望大家等這個今天下午4點半 行政院會統一召開記者會宣布 請大家再等等喔 所以王國才他本人也是沒有證實的 不過在請教文潔議員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王國才他的小檔案喔 他是這個現年62歲 那其實他早在16年的時候喔 5月份他就接任了交通部正次 好那2018年呢發生了普悠瑪出軌意外之後 王國才他是先代理交通部長 一直到呢這個政府找來林佳龍上任 那其實呢王國才他任內其實也真的發生了很多事 包括了華航機師大罷工 長榮空服員罷工 還有Uber合法化等等 剛才明佑哥也都幫大家解析過了一些問題喔 那林佳龍呢也稱讚王國才真的是交通部的鋼鐵人啦 那其實王國才他的經驗真的也非常豐富喔 包括呢他代理過圓山大飯店 好台灣港務公司 中華郵政等等交通部的事業董作 所以他有一個萬用工具人這樣媒體的戲稱啦 我想來請教一下文潔議員怎麼看 因為現在好像大家的猜測都認為 王國才他上任來接棒機率是最高的 大家的猜測好像都差不多啦 是 因為王國才他本身 他雖然是民運黨 但是他不是政治人 他沒有選舉過 那他 他本來就是交通專業啦 他是在一個我記得叫 就是一個交通 交通規劃公司 然後被陳菊找到高雄做交通局長 是 那就一路下來 那到了中央他其實 各種職務幾乎都做過啦 其實他 他 老實講 你要如果要做一個圓文三大飯店的董事長 其實是一個很爽的缺啦 就是不用去做什麼次長啊什麼 那些都很累 但是他我覺得王國才比較倒楣一點 他什麼都做呢 那現在做部長我覺得可能 對他來說可能 更累了啦 更累了啦 那 我自己大概是覺得說他因為他比較沒有政治色彩 所以其實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專業人士 所以我想 如果沒有變化的話沒有重大變化的話應該是他啦 那但是重點在於說接下來所謂台鐵的改革到底要怎麼改 就是說現在大家都講台鐵公司化甚至民營化 其實我覺得有點文不對題啦 就是說因為所謂的公司化並不等於安全 如果公司就等於安全的話 那附近航空就不會掉飛機啊 公司如果就等於安全 那高雄氣爆那個是李長榮化工嘛 八仙城爆那個也是公司啊 所以這個世界上所有就是說 不是你變成公司 你這個公司就不會發生安全事件 那所以我覺得像這一次 這一次泰魯閣號這個事情 你不管再怎麼公司化 如果這個事情會發生 它就是會發生 那因為我們台鐵它不像高鐵 你剛才講到說高鐵為什麼營運很好 很簡單高鐵全部都是直線的高架 直線的高架你不會有牛跑到鐵軌上來 你也不會有人跑到鐵軌上來 我們台鐵常常發生在就是說鄉下或是什麼地方 然後我們的鐵軌是外露在開放空間的 很多地方很多地方其實它牛車就進來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還常常在平礁道上面 會撞到汽車 到現在為止都還會有 所以這些東西跟其實你公司化或不公司化是沒關係的 而是說你台鐵你可能如果說你要避免這些 你可能很多那些彎曲的路線或是山野之間的路線 你可能就要放棄或是把它直線化 或者是把它高架化這些才是為了安全起見 必須往這邊這個方向去做 那倒並不必然說你要公司化才能做這個事情 不是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這個清水隧道外面 它旁邊現在設了柵欄了 它其實就是把它圍起來 但是以前為什麼沒有圍呢 很簡單 因為那邊很多是 因為旁邊就是釣魚的地方 很多釣客它是車子開到 開到這個我們最近常常看到的那個邊坡上面 車子很多釣客是把車子停在那邊 然後人走下來跨過鐵軌過去釣魚 這其實是蠻危險的 那但是這個已經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那所以現在你把它做了柵欄 做柵欄這個東西 跟你公司化不公司化沒關係 而是說但是你做了下去 那些釣客可能要把你罵死 但是這個你還是得做 所以我的意思講就是說 改革要文章要對提 你不可能說我今天腳扭傷 然後去醫院看 醫生把你做這個心臟絆膜手術 這個是兩回事 這個是兩回事 所以我覺得王國財他到 台鐵到交通部之後 他把那個計畫要凝定出來 我們現在focus是 其實是安全的問題 他未必跟你的經營效率 跟你賺不賺錢 跟你的員工到底多少 未必是有關係的 那我覺得 我們國人在常常碰到中大意外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想出各種方案 覺得說這個意外應該怎麼辦怎麼辦 可能可是往往最後 你變成是一個文不對題的改革 那個就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當然我相信王國財他會抓住重點 其實我也是蠻同意剛才議員有講 確實這一次太魯閣出軌的事件 跟台鐵有沒有公私化 這是沒有絕對的關係 可是問題是台鐵這十年當中 出軌的事故高達99次 也就是說台鐵的問題 是成年累月累積的 所以大家才會討論 到底台鐵以後的營運 要不要走向公私化 或是到民營化的部分 我們看到其實4月3號 王國財在記者會上他就講了 其實如果是以他個人的意見的話 他是支持公私化的 那他也說 這不一定會傷害到員工 組織改造是一個讓台鐵 脫胎換股的機會 我來請教一下昆成議員 所以現在對於王國財來講 如果他現在呼聲是最高 大家也認為說 他有可能來接棒機率是最高 那台鐵改革真的就是重責大任了 因為王國財他長期在交通部 所以他是應該知道說 台鐵的問題是在哪裡 毛病在哪裡 那其實公私化或是說民營化是 未來可能長期之後要走路 但是現在對民眾來講的話 是如何讓台鐵安全化 安全化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 現在的當務之急 你說像太魯閣意外發生這個事件 那竟然在邊坡上面 竟然沒有把它做一個柵欄 然後防止說這個車子的意外 能夠滾下來 這個就是說 或是說你在做這個工程的時候 你沒有考慮到說這個意外 或是說有考慮到 但是你沒有這一個監督到 就是整個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當今天在討論說 台鐵未來要怎麼去做改造的話 那對民眾來講 這個最有感覺是說 如何讓台鐵更安全 那台鐵當然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從這一個 這個李一翔這件事情就看得出來 他去承包台鐵的這一個工程 他本身或許這一個財力不夠 或者說本身這個不夠 然後他去用這一個轉包的方式 然後這個包含這個聯合大地 它應該是屬於這個監督的單位 也沒有 那包含這個台鐵花蓮段的有一些人 可能也跟這個整個案子 就等於是一個共犯結構 所以整個在這個地方的一個工程上面 你如何去做好這個安全的檢測 那台鐵本來就是要做一個這個一個 因為你是業主 但是你要確保說你這個工程是安全的 那這對民眾來講 才是比較有貼切的感覺 那當然每次到了這個假日的時候 那大家這個買不到車票 那也會用台鐵 然後又希望說多一些戰票 可是又發現說 這次很多的這次的意外事件 那可能是因為戰票的傷亡的機率比較高 那又是要考慮說 那未來這個戰票這個是 這個要不要再販賣 然後或是說在未來這個台鐵在這個 東部這個這個路線 然後如何跟這個西部的路線 來做一個區隔 因為在林佳龍時代的話 這個西部是高鐵化 然後在東部的話 希望能夠讓它這個速度再快一點點 那所以說這個都是未來千頭萬緒 老實講 台鐵你要怎麼去做一個改革 那當然最主要是台鐵的老大心態 我覺得台鐵老大心態還是要改 因為這次意外事件發生之後 雖然這個佳龍部長有講到說 一對一的去關懷這些家庭 可是我們還是看到了一些 這些家屬他們去跟台鐵 在要一些資料的時候 或是說在跟台鐵 就是做一些善後事宜的時候 我們還是發現說台鐵 還是有它的老大心態在 就是覺得說 這是公務員的心態 老實講不好 就是說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還是要公事公辦 可是在那個緊急的時刻 你這樣做其實就是讓家屬很心寒 我覺得整個台鐵的這個文化 也是必須要去做改革的 沒有錯台鐵的文化 真的要好好來重新革新一下 邀請佩芬姐幫我們補充一下 因為大家現在都在等 四點半行政院的記者會 到底是不是王國才來接棒林佳龍呢 針對王國才她的這些個人的經歷 佩芬姐怎麼看 其實看起來她的經歷真的非常完整 然後這個海陸空的萬用的工具人 這也是沒錯 但是台鐵的問題 我想剛剛昆成兄有講 台鐵的問題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時空環境也不一樣 然後那個員工 他有一萬五千個的員工 然後這些員工的福利也好 退休金也好 可能就花掉很多的錢 那大家後來有講說 台鐵不能逛外便當 要怎樣怎樣 但是問題是台鐵真的出問題那麼多 可是一萬五千個員工 然後台鐵 佩芬姐我們稍微等一下一起來看 我們來看到是林佳龍 現在在交通部的席別感恩會 一起來看 我們在紀念品上 刻了瀟灑走一回 反應部長一直以來主動承擔 勇敢率領同仁面對各項交通業務上的挑戰的精神 也傳達我們的感謝 謝謝部長 將交通帶領了柔軟的另一面 希望部長可以收下我們滿滿的祝福 謝謝部長 我們謝謝王次長 請次長回座 並請部長留步 部長請留步 現在我們請交通部的大家長與我們說說話 請部長致詞 想要更靠近大家一點 真的很感謝大家今天的安排 那三位次長的分享 還有非常多我們交通部的同仁 事業單位 還有媒體朋友 來出席今天的席別會 今天早上 八連清水隧道 八連清水隧道 通車 我在交通部的工作 也正式告一個段落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沒有 比較多的時間 跟大家好好好 好好地來道別 那 所以借今天的機會 來跟大家說一些心來的為 那 也 也不要耽誤大家太多的公務的時間 兩年來 我跟大家一起推動了非常多艱難的政策 也度過很多危機 如果沒有各位 我不可能今天還在這裡 那 那跟交通部的同仁啊 學習很多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專業 而且盡責 交通部人才很多 質量具備 所以 我 這個 能夠跟大家一起共識啊 是 一生的榮幸 那 離開交通部 有 不捨 也有牵挂 有期許 也有祝福 更多的是 感謝 感謝 每一位 堅守崗位 的交通部 跟所屬 單位 的同仁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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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 掌管了 全國的 鐵公路 海空運 包括 電信 郵政 氣象道 觀光旅遊 這個都人民的 生活的日常 但是非常重要 没有交通 一切就不通 那也因为 交通 就有很多的移动 其实在 这个过程也是会有一些 碰撞跟风险 可以说是 危机四伏 有时候生死 一瞬之间 大家做得好 社会思维当然 出个状况 就会有排山 倒海而来 的 这一个批评 我也相信 安全 是交通部 步众 而行 的使命 也是 我们同仁 的专业坚持 那么 交通部 因为业务的广 各位是站在 陆海空 危机 最前线 这个 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 不管 所有的 互动 一方面会创造感动 可是互动 也会带来一些风险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能够 化险为宜 甚至 能够运用 智慧交通 能够用科技 创新 来 跟人民 一起解决 交通带来 各种 美好生活的连结 但交通也 带来了一些 可能的风险 所以我也要 在这里 其实跟国人也表达 解决交通问题 单单靠交通部 的同仁 是不够的 好 这是我们听到 交通部长林佳龙 在今天呢 他任内的最后一天 来向交通部的员工 喊话 他说呢 可以跟交通部的 所有人一起共事 是他一生 最大的荣幸 我们稍微来 休息一下 更多政坛话题 我们稍微来 一起来讨论 举起反萊猪宣传车 国民党828 反萊猪公投 全台宣讲 正式启动 当主席将启程 打头阵 要喊民进党 正面对决 我们希望 中选会 能够确实的 中立客观 在这样的情势底下 我们有信心 这两个公投案 能够成案 然后8月28号 让人民用选票 来决定 我们自己 参桌上的实物 执政团队 不提对案 因为公投 不是作战 是政府 跟人民 沟通的机会 唯一要考虑的是 要怎么样说 比较清楚 要怎么样对话 比较能够 化解疑虑 这里88公投 只剩下130几天 国民党主推 反莱猪 以及公投 绑大选 两项公投案 国民党规划 4月到5月 先展开内部 讲席等基层 训练活动 5月底将在 全台各地 集中火力 展开500场 以上的街头演讲 民营党也不是 省油的灯 原定4月11号 展开首场的 下乡说明会 但收到 太鲁格号事件 决定战缓 预计5月初启动 不止两大党 主席隔空对决 蓝银还加码指控 元旦至今进口 上千顿的美国猪肉 但市面上 都是台湾猪的标章 质疑上千顿的美猪 去哪了 行政院跟总统府 都非常担心 828的反莱猪的共同 听说 必须讲要听说 冰得掉在828之前 都不进口莱猪 国民党当年开放美牛 现在却反对开放美猪 为什么国民党 反对日本的核废水排放 却要支持台湾的核四 重启商转呢 民众也会看得出来 谁只是利用公投 来进行政治操作 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行政院也反驳 费委员的说法 与事实不符 发言人罗炳成也指出 根据卫福部食药署 每日公布的猪肉 仪表版数据 自今年元旦起 进口的猪肉 都未含莱克多巴胺 而且政府部门 早已宣示 即使进口商表示 不会进口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但行政部门 仍然会逐批检验 严格把关 会将检验的资讯 公开透明 让民众有足够的资讯 来进行选购 公投的问题 继续来请教佩芬姐 我们看到现在蓝绿的攻防 国民党要拼 全台湾500场的街头宣讲 民进党这边 即将在5月份 也要启动300多场的 下乡说明会 这个部分佩芬姐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 几百场 几百场都没什么意义 就是说 每天的媒体报道 已经不下于这种场 影响你也不下于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 国民党终于抓到 莱克多巴胺的猪的问题 他是真的抓到一个议题 另外一个 公投绑大选 我觉得 你知道吗 当初因为要 公投要绑大选 就是因为民进党 当初要过关 那你今天又不过关 然后又反过来 所以老百姓也会觉得说 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那样 然后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莱猪 有没有进口 国民党一口咬 一定说已经进口了 一千万吨 到底有没有 然后如果有的话 这些莱猪到哪里去 没有莱猪进口 有美猪进口 美猪进口 但是没有莱猪进口 这个要必须要讲清楚 对 所以分枉太太还是偷提 他也是到处去乱讲的 那到底是有没有 因为现在搞不清楚 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国民党要培训干部 然后去演讲 那我记得当年国民党 如果说要下乡去讲的话 一定是找各行各业的那种形象 声望都不错的人去讲 那你现在的话都是民意代表 就是立法委员市议员 这些人平常已经在媒体上 已经曝光 有没有知名度 有没有信任度 有没有观感 已经非常明显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也是 都是那个县市议员去讲 我觉得那个没意义 但是我觉得讲到美猪的话 民进党最大的说法 就是当年国民党进口 那个莱克多巴胺的牛肉 那问题那个时候 你反对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赞成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改变 我觉得这个也是 到时候老百姓搞不清楚 那你说会不会过 那我觉得当然 技术上也有问题 就是说你到时候投票所 会像不像大选那样 到处都有投票所 然后你到底能不能动员之类 我觉得都有问题 而且很多人就说 我为了第一个公投我跑去投票 有人是不愿意去的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强力动员 就是怕不 一边是怕不过 另外一边是怕他要过 那我觉得这种问题 另外我觉得 因为这一次的差别就是 他有四个公投 那每一个公投有不同的支持者 到时候如果加起来都能够动员的话 那过关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还是要 要小心谨慎的应付 来 民友没有错 因为佩芬姐刚才讲到 现在国民党主力都放在 全力动员这些公投上面 不过蔡政府目前 他们是不提对策的 好 那有关于费宏泰质疑的 到底市面上莱猪去哪了 行政院也回应 今年的进口猪都没有含莱克多巴胺 这真的是要再次澄清 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行政院 其实从早到晚都告诉你说 有电子看板 其实费宏泰讲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是电子看板查一下就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行政院的电子看板 它现在所累积的 不管从澳大利亚到美国 它所进口的猪肉里面 有含莱克多巴胺的检验出来是什么 零嘛 不管哪一个国家进来都是零嘛 如果既然是零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查一下 你现在在影射的是说 美国进来一千多顿 那这里面都是含莱克多巴胺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那你是听说的吗 我觉得这种听说 做一个立法委员是最不可取的 你可以上网去看 你可以去调资料 你可以去问进口商 你都没做 你开个记者会大大告诉大家 说是听说的 我想将启程这一个月 要把所有人集中起来 一致口径对外 那你如果一致口径对外 你是要造谣 你是要说谎 还是要骗 这些话你讲清楚啊 你怎么去说服民众说 我要支持你这四项公投 这四项公投啊 为什么民进党不提对案 其实很简单嘛 政府就是要尽全力 把所有事情解释给人民知道 很清楚的去告诉你 而不是打模糊仗 如果打模糊仗 最简单啊 因为这种东西 你死无对证啊 那随便讲随便听 然后四处去宣传 所以电子看板已经告诉你了 作为一个党团的党编 费宏太委员 你怎么不去查一下资料 大辣辣的开记者会 然后就指控人家 而且还用听说的 这跟高宏安之前开记者会说 中国不进口台湾的凤梨书啊 因为里面凤梨书里面含猪油 他怕这个猪油里面含莱克多巴胺 我觉得这种东西 在混淆视听 骗民众可以 骗民众 但是你没有实事求证 这不是当一个立法委员 可取之处 这是可恶之处 今天行政院已经有电子看板 你未来四项公投你要下乡 我也常常呼吁民进党啊 你说下乡去跟人家说明会 不是叫这些议员 这回动完 后一回再动完 这种说明会比较像肇事拜拜 这种东西不要做 要做的是什么 这个说明会办了 你可以听懂 孟起可以听懂 昆仑议员可以听懂 我可以去跟人家讲说 没有民进党的对策是这样 你国民党的思维不是 你是要透过这四项公投 像报应肇事大会一样 我每一次江启城或其他的政治明星 到场的时候 我这些动员来的群众 可以民进共事和他一起